好了 各位各位各位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角了 负离子远红外线眼罩 那首先呢 要给很多第一次 从来没有接触过眼罩的朋友呢 给大家知道一个概念 市场上呢有两种眼罩 一种就是呢 可能它有中药的 那么你打开之后呢 放在眼睛的周围 或许是20分钟 30分钟就拿掉 那么我们今天所向大家 就是推广的 或介绍的这个眼罩呢 它不是一次性的 它是永久性的 同样的 只要你不弄坏它呢 它最少的寿命都超过5年以上 只要你不要去弄破它 不要去刮破它 都会超过5年以上 那同样的 这一个负离子呢 它的那个工艺 或它的技术呢 跟我们的备单 负离子瀑布之背呢 是一样的 这个功效 是一样的这个 我们叫做工艺 那么呢 眼红外线呢 跟我们的负离子的备单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另外多一个卖点 这一个眼罩呢 它多了20颗的玉石 来对应我们眼部的这些穴位 所以你想象啊 一个眼罩 有三个功能 在里边 你说是不是一个不简单的眼罩呢 你在market 可能你可以单独找到负离子的眼罩 你可以单独找到 点红外线的眼罩 你可以单独的找到 可能对应穴位的眼罩 可是要tree in one呢 说实在的一句 是蛮不容易的 我不能够说完全没有 不过呢 根据我的所谓呢 是非常的稀有 OK 谢谢大家 那大家看到这边吗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通过我们在晚上睡觉的过程里面呢 把这个眼罩啊 戴在我们的眼睛的整个周围呢 它能够adjust的 到你舒服的那个 那个就是 佩戴的那个感觉啦 那么呢 在整个晚上的过程里面啊 当你在睡觉的过程里面 如果呢 你的眼睛啊 能够因为 你做了一些动作 让它的压力减少 让它的血液循环增加 让它的氧气增加呢 那绝对啊 对你的眼睛来讲呢 是最大的克服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好啊 那么大家看看啊 是不是曾经经历过 是不是曾经经历过 你们大家有没有试过啊 晚上熬夜 晚上熬夜 然后第二天啊 眼球很多血湿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子的现象 有没有 很多血湿 当你晚上熬夜过后 第二天呢 眼球很多血湿 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呢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当你熬夜的时候呢 你的眼球啊 是缺氧的 眼球缺氧 来大家记录下来 当你熬夜的时候呢 眼球是缺氧的 当你长时间 看着就是电视机 看着手机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眼球啊 是缺氧的 来记录下来 简单的说呢 只要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无论是熬夜 看手机 看电脑 长时间看电视机都好 只要是眼睛处在 泪的状态下 就等于说 泪等于缺氧 帮我写出来 泪等于缺氧 泪等于缺氧 而很多的人呢 他们并不会很在乎 他们的眼睛 他们觉得说 眼睛啊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 一定看得到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 眼睛是很多毛病的 眼睛是很多毛病的 OK 眼睛是很多毛病的 那么 当一个人呢 今天至少呢 从现在开始 你有一个新的概念 只要眼睛啊 你感觉到泪啊 就等于啊 代表啊 它处在缺氧的状态 如果你今天眼睛一早起来 哇 精神饱满的 看东西啊 感觉很清晰的 那就代表你的眼睛啊 充满着氧气 氧气很充足 好不好 简不简单 各位 这个概念容易吗 那么当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 你就跟他讲 你有没有感觉你的眼睛啊 会累呢 在某个情况之下 手机看多会累 会流眼泪 那么感觉眼睛干涩 种种呢 这些呢 它都一过度 OK 一过度 等于哦 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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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各位 告诉大家 我们的 当着眼睛 我们就要感恩 我们就要感恩我们拥有的 对吗 那么我们现在的眼睛是健康的 我们 它 处在健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 会随着我们每天长时间的 这个眼睛的劳作呢 导致它累 它导致它缺氧 当细胞缺氧 它会面对什么现象 各位 当细胞缺氧 我们眼睛的细胞 当它缺氧的时候会怎么样 当我们眼睛周围缺氧的时候 意味着我们眼睛的细胞 就会面对氧化 发炎 老化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呢 视力可能减退 那么老一点的可能就变老化炎 严重一点的变青光炎 那么一些老人家可能就面对 这个白内障的问题 那么呢 更多的是什么呢 亚健康症状 什么叫亚健康症状 在座 你们有没有人常常眼睛很容易痒的 有吗 眼睛痒 有没有 这个现象 眼睛痒 有这个现象吗 又或者和 看久了之后呢 很容易流眼泪 眼睛流眼泪 秀华你才几岁 来打出来一下 跟我讲你几岁 才几岁而已 就眼睛痒的问题 20岁 来 朋友们 我们的秀华 还在读书 才20岁 20岁 才20岁 眼睛就有开始痒的现象了 你在想 这是多么多人 会遇到的状况 更何况是 30 40 50 60 70 对吗 这些种种的原因 最大的关键就是 因为我们很多的动作 导致我们的眼睛变得累 的累的意思就是 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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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各位 你们想要万无一失的 帮一个人判断 他的眼睛 有没有状况 很简单的 你遇到人 对不对 你就问他 感觉眼睛累不累 感觉眼睛干不干 感觉眼睛 就是会不会痒之类的 干涉之类的 他跟你讲会 对不对 基本上99% 你的眼睛 整个眼部 是处在缺氧的状态 各位 基本上99% 不会错的 这句话 你可以记录下来 因为呢 氧气 是在眼部 最大的关键 一天缺氧 两天缺氧 三天缺氧 一个月缺氧 一年缺氧 因此呢 某个人跟你讲 有白内障 不是三天两天的 各位 不是三天两天的 他是好几年 累积下来的 一个人跟你讲 我最近眼睛很累 他不是因为 最近特别的 就是劳碌而累 是因为 以前已经累积下来 然后最近又加剧 才突然间感受到 记得 很多时候 身体的症状 它不是三天两天的 都是累积下来的 那我想请问大家 那我们现在 都离不开这个手机 对不对 谁能够离开手机 不能够嘛 对吗 有时候 越看就越近的那一种 有时候呢 很多时候 都要对着手机 我在两个星 一个星期多前 在基隆坡上课 刚好我有个同学 他就我们 discussion 我们就 大家讨论 生活上遇到一些状况 他就说什么 你知道吗 他面对 他染上了一个 上瘾症 什么是上瘾症呢 他染上了一种瘾 什么瘾呢 一玩手机 玩五六个小时 不能够停的那种 不管玩什么 滑什么都好 就是手不离手 不能够停的那种 有人来打扰他 他会发脾气的 因为女生 那你看一下 可想而知 那个眼睛怎么样 绝对是非常的 承受很大的压力 那么各位 我们怎么做 我们的眼睛 是帮助我们 看见这个世界 这么美丽的世界 我们一定 要很有爱心的 照顾它 请问大家 赞不赞成 请问大家 我们应不应该 很有爱心的 来照顾我们的眼睛呢 你们赞不赞成呢 它是我们的 心灵之窗 你知道吗 帮助我们 来看这个世界 这么美丽 缤纷夺目的 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 我们要 很 很 就是神神的 我们要很 很珍惜的 来 照顾它 各位 请问眼睛 这个spare bug 好换吗 一对眼睛 多少钱 有人有价钱吗 请问一对眼睛 多少钱 谁有价钱的 你标出来一下 看什么牌子的 有没有 一对眼睛 多少钱 有吗 没有的 你不管到哪一个 巴萨去 哪一个supermarket 没有的 眼睛 它是一个 非常珍贵 无法 对了 埃大讲的 无价 不能够替代的 不能够替代 无价的零件来的 这个零件坏了 不好换 那么我们只要身为主人的我们 我们的双眼 谁是主人 我们就是主人 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就是你们眼睛的主人 来 大家跟着我做一个动作好不好 我们来做一个感谢 好吧 大家跟着我做 就是跟着 我念一句 你跟着我念 那么身为主人的我 OK 你跟着我念 身为主人的我 感谢我一对眼睛 谢谢你 这一路以来 默默地陪伴着我 让我呢 能够去欣赏 这美丽的世界 请原谅我 在这之前 对你的忽略 请原谅我 在这之前 对你和 几乎没有什么的认识 请原谅我 在非常劳累的情况之下 还是让你继续的 就是工作 从今天开始 身为主人的我 终于觉察到了 终于觉察到了 原来 眼睛 你最需要的 就是 满满的 满满的 氧气 你最需要的 就是满满的氧气 从今天开始 身为主人的我 将会呢 通过 眼红外线 负离子 演造 在睡觉的过程呢 除了让你歇息之外 也会促进 血液循环 帮助呢 养眼睛的周围 得到 源源不断的 氧气 感谢 我的这对 双眼 我将会 把你们视如珍宝 感激 感激 再感激 谢谢 这个眼睛 各位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各位你知道吗 真的很重要 那么 像我自己本身就好 自从这几年 开始用手机 多了之后呢 明显的感觉到 整个视力 是不一样 那种 那种泪啊 可以体会得到的 那么有时候呢 当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的确 会跟自己讲 我真的很幸运 为什么呢 哇 能够看到草 能够看到路上 能看到车 那么这些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我们要去珍惜它 那么在座每一位 告诉自己 一定要好好的 去珍惜自己的眼睛 它是无价的 无价的 好不好 那么怎么做呢 身为主人的 我们只要懂得疼爱它 怎么疼爱它 不用给它钱 你只要提供它 让它获得 源源不断的氧气 就可以了 怎么给呢 拿氧气 放进去吗 不需要 你呼吸 你呼吸就足够了 最重要就是呢 要确保 眼部周围的血液循环 尤其是淋巴循环呢 能够正常的 健康的运作 或循环 自然的 氧气 就能够得到 源源不断的供应 好吗 谢谢大家 对于眼睛的 这个科夫跟认知 好 那么呢 来各位看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保养眼部的重要性 为什么呢 说实在的一句 这个眼睛 它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也是我们心灵之窗 很多时候呢 各位你知道吗 一个人 他内心有没有秘密 其实通过眼球的观察 就能够知道的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的眼球 黑色的部分 往右边的上面 右边的中间 跟右边的下面 然后我们的眼球 往左边的上面 左边的这个 中间跟左边的下面 都有不同的意思的 你想不相信 比如讲一个人 他有没有说谎呢 你通过眼球的判断 就能够拿到 蛛丝马迹 告诉大家 我也在学的这个课程 所以 感谢你 如果讲谎话的话呢 你在遇到我跟我讲话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不要看我了 要不然的话 我就能够看穿你了 开玩笑 开玩笑 不过的确 是有这样子的课程 而我的确真的是在学着 在学着 然后学着的目的什么呢 不是要去看穿你 是要去探索 去探索 因为我们人 有太多无穷无尽的 这个资源的 那么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因此呢 我们去探索它 那自然呢 你就会发现 你的人生 充满着各种的可能性 因此呢 眼睛啊 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请问大家 你们曾经啊 有没有经历过啊 眼神跟眼神啊 含情默默的交流 有没有啊 来 写给我一下 chartbox 曾经啊 有没有啊 就是啊 眼神跟眼神的交流啊 含情默默的交流的 有 有没有 经历过啊 有没有 这样子的这种滋味啊 有没有 那种感觉是怎样的 有吗 各位 来 有谁有的啊 康师傅讲 触电的感觉 触电的感觉 哇 那种 含情默默的 哇 那种感觉 那种feel 对吗 有啊 有就very good 啊 说秘密啊 等一下找你老公啊 来对望一下 那feel一下 啊 这个就是眼睛啊 你知道吗 所以眼睛啊 啊 甜蜜蜜 yes 就是这样子 that's why啊 等一下你们啊 今晚上啊 啊 要找你的另一半啊 去test一下 这种感觉拿回来 ok 对望 那么那种 深情默默的感觉 含情默默的感觉 那个feel一下 带着这种 甜蜜蜜的feel啊 来跨越 横跨 跨年到2022年去 你说啦 是不是很好 Maggie在开心流眼泪了 Danny 你准备了咯 懂得怎么做咯 Maggie都已经 开心到流眼泪了咯 ok 所以各位 你看多么的重要 这个眼睛 眼神啊 不用讲话 一切静在不言中 你看多么的重要 各位 平时我们都敷裂的他 这个眼睛 真的是 只是一个眼睛 一个眼神而已啊 我跟你讲 就已经是 千言万语 竟在不言中了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要让我们的眼部怎么样 获得源源不断的 氧气 对吗 那么你就讲咯 因为我跟我的另一半 眼神对眼神没有feel 甚至要打架的那种 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放电呢 很简单 眼睛 氧气不够 眼睛氧气不够 所以怎么做 给氧气多一点 给氧气多一点 这个时候呢 一个不小心就出电了 所以怎么做呢 你们哦 如果今天还没有拿到 没有关系的 拿到过后呢 这个眼罩 你们就两夫妻啊 情侣啊 就两个 可能就待10分钟 10分钟之后呢 就拿下来 互相对望一下 哇 一下子搞不好 就是第二春就来了 然后搞不好 就是美好的这个未来就来了 搞不好 就雷电交加了 对吗 你看一下 只是一个眼睛呢 多么多的可能性 对不对 多么多的这些就是 描述 描绘哦 各位 好好啊 好好啊 我前面有人看中我 他跟我笑啊 哈哈哈哈 好了各位 好了 再来再来再来 想到很开心啊 因为刚好今天 又是12月31号嘛 对吗 真的很开心 我们能够啊 大家一起呢 在一起 就能够在线上 那么这段时间呢 能够 大家心连心的一起啊 来度过这一个 这么百年一亿的 这个疫情呢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相信啊 10年后 20年后 30年后啊 这个将会成为 我们美好的记忆 对吗 希望到时候呢 不止今晚上 我们呢 10年后 20年后 30年后 40年 50年后啊 都能够啊 就是在一起啊 去干杯 去回忆 这些美好的回忆 好不好 尤其是眼睛啊 好 来我们看下一张 来看一下这个 各位 啊 那么呢 一般上啊 疲劳呢 当你一讲疲劳 就是眼睛泪了 那么就是缺氧 OK 疲劳就是眼睛泪 当你眼睛泪 当你缺氧的时候呢 你的肌肉就会紧绷 你的这个微血管哦 呃 他就要想办法去扩充 因为氧气不够嘛 那么当他想办法去扩充的时候呢 红血丝就会发生 That's why 不是好现象 为什么啊 各位 当你红血丝多 就是泪 就是缺氧 他要去扩充红血丝 来增加氧气 可是这种扩充呢 会导致你眼睛的压力怎么样 大家给我答案一下 当一个人类导致红血丝产生的时候 眼睛的压力是高还是低 来告诉大家告诉我 来再恰伯写答案一下 当你红血丝很多的时候 眼睛的压力是高还是低 请问大家 啊 你们的谁了 高 嗨对吗 请问这个压力高哦 长时间高压力 眼睛啊 长时间高压力啊 你讲是好事情吗 不好 它就会导致你很多不可预见的这些 慢性的这种症状发生 先干先痒 慢慢的啊 有些人就变清光眼 有些人就视力加深 有些人啊 就变白 就长白内障 有些人啊 就啊 整个眼睛啊 可能啊 视力会减退的那一种 甚至啊 各位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我们讲了 它是心灵之窗 对不对 其实啊 对 也有爆血管的现象 没错的 爆血管的现象 OK 还有什么呢 如果戴隐形眼镜 戴隐形眼镜 那么如果假设 隐形眼镜 如果消毒到不干净的话 对眼睛来讲 也是一种长期慢慢累积的伤害 That's why各位 要怎么去做呢 Solution很简单 就是一个 要想办法 让它得到怎么样 足够的 源源 不断的氧气 因为呢 因为你要跟一个人讲 你一整天不要看手机 你讲可能吗 绝对是很难的 为什么 Solution的人 就是靠Message 来回答问题 对不对 那么Message一来 就要回答 那么呢 有时候 叮咚叮咚 有重要信息 不重要 你要去看 因此你很难离开手机 那我们怎么做呢 在能够就是 看手机的情况之下 当然时间要拿捏了 我们又能够通过提供 源源不断的这个 氧气的话呢 那自然的 我们就能够 让我们这对眼睛 这个speak part 这个零件 比一般的人 或比以前的我们呢 来得更加的耐用 好不好 来大家帮我打出来 我们重点是要什么呢 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一对双眼怎么样 更耐用 来大家帮我打出来 这三个字 更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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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请问大家 我们今天难道 它是先单吗 它不是先单 它不能够让你 瞬间回到 就是你一岁的 那个这么健康的势力 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目的 很简单 我们希望我们这对 这么珍贵的双眼呢 它变得更耐用 赞不赞成 各位 我们是不是要在 对的方向 找对的答案 你就找得到吗 对吗 永远不要在错的地方 找对的答案 对不对 因此呢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标 是为了什么 让我们这对 这么珍贵的双眼 怎么样 更耐用 好不好 yes very good Wendy就写了 希望我们的一双眼睛 更耐用 对吗 更耐用 谢谢大家 那么 大家看这个眼睛 美不美 请问大家 美不美 是不是非常的美 是不是非常的美 那么我放这张图的目的 是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不要抱着一种 理所当然的心情 不能够 各位 不要抱着理所当然 不要抱着理所当然 你懂吗 老天给了你这么美的眼睛 这么健康的眼睛 OK 后天呢 就要靠你了 你不能够后天 也抱着一种 叫做理所当然的心态 那对你的眼睛 那对你的眼睛来讲是不公平的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扮演起身为主人的你 那个担当的角色 你要去克服他 你要去保护他 对吗 他是谁的眼睛 你的眼睛 各位 他是谁的眼睛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谁来照顾 请问大家给我答案一下 写在chambox 你的眼睛 谁来照顾 自己啊 对吗 Lily写了 自己啊 对吗 这之前你有照顾吗 有没有 没有 那么不值得 怎么样 就无过嘛 对不对 可是既然今天知道了 永远不迟 只要你愿意 当下 现在 明天 后天开始 永远都不迟 总比从来都不开始 来得好 对不对 谢谢 新的一年 能够在此时此刻 这么有意义的这一天 你一辈子的记录下来 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个眼睛 因此呢 我们都是 大家 都是幸运的一千 加油啊 自己的眼睛 自己照顾 好的 各位你看到眼睛 你看眼睛的结构 你知道吗 其实眼睛的结构 是非常的复杂的 不容易的 非常的复杂的 眼睛的结构啊 真的是很复杂 非常的复杂 那么怎么样呢 永远记得 我们不是专家 对不对 那么呢 最重要 我们不要成为先家 对吗 可是我们绝对可以成为行家 那对于眼睛的这个客户 我们成为怎么样的行家呢 很简单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 就是小的那种 我们叫parts 小小的部分 有红膜 有瞳孔 有脚膜 有筋状体 有前方 有后方 对吗 这些都不重要 你就记住一点 整个眼睛呢 最重要就是提供它 源源不断的什么 氧气就够了 对吗 这个就是行家 不用做专家 各位不用担心 我们做行家就好 身为行家的你 怎么样去照顾眼睛 提供眼睛什么 写出来 提供眼睛什么 身为行家的你 你要怎么样啊 来跟人家分享说 眼睛要怎么照顾呢 very的简单 对吗 怎么做 Livi写了 Oxygen That's simple 就是氧气 这个就是行家了 恭喜大家 今天在12月31号 即将进入2022年 各位在今天 终于升职了 升格了 成为要懂得 呵护眼睛的行家 恭喜大家 耶 你们太棒了 今天你升级了 升级了 成为 懂得很简单 用很简单的方式 就能够帮助自己 跟身边的人去 科护眼睛的行家 那用什么方式呢 That's simple 很简单 就是提供身体 提供眼睛 源源不断的 氧气 对吗 从刚才讲到现在 围绕的就那么简单 眼睛很贵 眼睛是自己的 那么自己的眼睛 自己照顾 那眼睛呢 只要累 它就会面对缺氧的现象 缺氧的现象发生 眼睛的细胞就会老化 就会发炎 就会就是 进入这个就是 衰退的阶段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慢慢的累积到一段时间 导致势力减退 各种的这些症状的发生 包括这个 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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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这些 对吗 因此呢 各位 我们要时刻 帮助我们的眼睛 得到 源源不断的 氧气 那怎么办 Covid的人 氧气不够 是吸氧气 对吗 眼睛你不用给它吸氧气 各位不用 我们只要 做一个 举手之后的动作 就可以了 什么动作 让我们周围的眼睛的部位的这些 血管 淋巴 都能够健康的循环 那么这个就是最大的客户了 好不好 你做得到吗 绝对做得到 你绝对有方法 做得到 再来 大家看一下 那么当然同个时间 请问大家 眼睛 除了我们的瞳孔 我们的眼 我们的视网膜 这些 我们的这些 这些 就是眼睛内部的结构之外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压力哦 它也会导致眼睛怎么样 眼带 黑眼圈 皱纹 鱼尾纹 对吗 这些都跟眼部 息息相关 都跟 劳累相关 都跟 养气 相关 OK 所以各位 你不只是要保护眼睛 请问大家 细纹 皱纹 眼带 黑眼圈 是三天来的吗 是两天来的吗 不是的 常年累月累积的 它不是三天两天的 你知道吗 尤其是黑眼圈 尤其是黑眼圈 它是因为 淋巴 淋巴 严重的堵塞 导致的 OK 那么等下告诉你 黑眼圈有几种 不是每一种 我擦i-cream 都有用的 你有些 i-cream 两千块 都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黑眼圈 有很少的部分 它是色素沉淀 你擦i-cream OK 可是大部分 都是淋巴阻塞 所引起的 淋巴阻塞 所引起的 那么变成 它是血液滞流 所引起的 那个色素沉淀 而不是 那个就是 一般protein 它的色素沉淀 所以你用i-cream 是没有用的 你要做的动作 什么动作 促进了淋巴循环 那个才是 关键中的关键 OK 来 看一下 各位 你们对号路做一下 请问你们 现在遇到的眼部 是哪些问题 余伟纹 黑眼圈 眼周的细纹 眼带 干涉 眼周松弛 暗沉 你们对号路做一下 你们是遇到哪些问题 我们大概 大家了解一下 有没有人有余伟纹 有没有 黑眼圈 眼带 一定有的 对吗 干涉 OK 眼睛 松弛 找找 暗沉 各位你懂吗 眼睛很重要 有时候 眼睛跟印堂 一样重要 你的气势 你的频率 可不可以 吸引到贵人 眼睛周围 也是一个关键点 你懂吗 有些人 他的眼睛 这个颜色 就是很深沉 然后暗沉 细纹很多 一般上 很难吸引到贵人的 这个贵人 就包括财神 你知道吗 因此各位 要过年了 要借财神 要引财神 要把贵人 引到你身边 把你的眼部 给搞好 把眼部 让它变得明亮 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的 那么大家再看 你看 长时间 熬夜 对着电子屏幕 对吗 包括眼睛 有些人 为什么很容易水肿呢 有些人晚上 他不可以喝水 一喝水 第二天眼睛就肿 那我告诉你 什么问题呢 淋巴系统的问题 淋巴线的问题 OK 淋巴系统的问题 这个负离子 红外线眼罩 它就是淋巴系统 很需要的一个伙伴 它会去促进 淋巴系统的活络 这个非常的重要 再来 看到吗 看到我讲的 黑眼圈 它有几种 第一种茶褐色 这种就是色素沉淀型 你可以去买i cream 一般上呢 你如果是属于 这一类型的眼袋 买i cream 是OK的 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效果 可是呢 如果你是这个 暗灰色 跟青紫色呢 你茶再多的 那个i cream 基本上帮助的不大了 因为呢 它不是色素沉淀 它是血液沉淀 它是什么血 缺氧的血沉淀 各位 这样清楚了吗 清楚了吗 i cream 是针对什么 色素型的黑眼圈 结构型跟血管型 solid 一般很难达到功效 很难很难 so that's why 不是i cream 就能够帮助所有的 那个眼袋 或者是黑眼圈 你要看它的类型 可是呢 如果你能够 让你的眼睛的 这个淋巴系统 循环变得健康 氧气 获得这个充足的 提供 的话呢 它绝对的 会提供一定的 那个帮助 到什么阶段 很难讲 打个比方 给大家知道一下 来 有黑眼圈的人 你们写有一下 我做个 survey 有黑眼圈的人 你们挤手一下 很深的 是很难好的 你就讲有 来 有黑眼圈 已经有很多年 然后很难好的 你写有 你写有 ok 好 来 这些有黑眼圈 有黑眼圈的 ok 那么很久了的 很难好的 你知道吗 根据我这20年 累积下来的经验 70%以上 都伴有 轻微到中度到严重的 这个鼻子敏感 请问大家赞不赞成 有没有同感 有没有 有黑眼圈的人 你们有黑眼圈 长时间不会好的 70%以上 都有鼻子敏感的问题 有没有赞成吗 秀华你有鼻子敏感 对吗 这个是经验累积下来的 我20年的经验 累积下来的 ok 所以我看到一个人的 那个黑眼圈 我去判断一下 大概就能够知道 他有没有那个 那个鼻子敏感的问题了 为什么呢 来各位 就是这两边 的淋巴 到耳垂 下面这一边 整个眼睛的这个周围 严重的堵塞 严重的堵塞 导致缺氧 导致缺氧 所以你的黑眼圈 不是色素黑眼圈 你的黑眼圈 是血管型黑眼圈 绝大部分 只有少数结构型的 它没有那个 鼻子敏感的问题 绝大部分 血管型黑眼圈的人 都有鼻子敏感的问题 你有两个方式 来处理你的黑眼圈 这是血管型的 一个 你的鼻子敏感要进步 有些人有鼻斗颜 之类种种的 你要鼻子进步 那么我们的那个硬加果油 对很多有鼻斗颜 鼻子敏感的人 我们收到很多 testimonial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你可以再进一步 这边就是再去加强它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呢 啊 HL讲的刚刚好 对吗 喝油和到鼻子的 异物出来后 我黑眼圈就好了 对不对 我不认识HL的 OK 那么基本上 这个就是 testimonial 比比皆是 为什么呢 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呢 硬加果油 它也是火咯 这个血管呢 它会促进血液循环 当你血液循环 那氧气就增加 因此呢 除了内部之外呢 现在多了一个 负离子眼红外线 的这个眼罩 它也能够啊 去帮助你刺激哦 或者去促进 你的这个血液循环 自然的氧气增加 对黑眼圈就会有帮助 各位 我的这样子的简单的分析 对大家 有没有更容易去掌握到呢 是不是原来眼睛 就那么的简单 氧气要足够 氧气不足够呢 修华讲到 他没接触硬加果油之前呢 鼻子敏感很严重 现在真的好了很多 对了 我们的硬加果油啊 各位 真的是 very the powerful ok very the powerful 好好的去应用它 那么不是因为 它多么的神圣 不是 是因为很多的人 严重的缺乏 严重的缺乏 那么现在呢 在这整个社会里面 到底什么人 不需要硬加果油呢 只要是人都需要 只是说 为什么他觉得他现在不需要呢 因为他还不知道他需要 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 让他知道他需要 请问这些啊 要让 就是自己要知道自己需要的人多不多 请问大家 自己知道自己需要硬加果油 自己 要知道自己是会要需要啊 呃 氧气啊 循环的 血液循环的人多不多 肯定是比比皆是的 我们只要做个动作就是 让他知道 那怎么做呢 用各种方式咯 呃 就是你的经验分享啦 那么呃 这个感受的分享啦 引导他啦 呃 给他一些资讯啊 慢慢的去 影响他咯 慢慢的他就会知道了 OK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远红外线呢 各位 啊 你们听过紫外线吗 来大家 有听过紫外线吗 紫外线有UVA UVB UVC 对吗 那么UVA UVB呢 一般上哦 会让我们的皮肤晒黑跟晒红 UVC呢 会让我们皮肤变皮肤癌 那么呢 什么情况之下会有UVC呢 就是大气沉破的时候 啊 紫外线直接到地球啊 就会有UVC 好像澳洲 某些地方 它的臭氧层破掉啊 它就有这个现象 就有UVC 可是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呢 一般上不用担心 都是UVA跟UVB OK 好 什么是远红外线呢 一般上看得到的 就是紫外线 OK 紫外线 看不到的 你可以叫它做 短的红外线 有中的红外线 有远的红外线 那么远的红外线呢 波长比较长 杀伤力哦 也比较低 越长越低 越长对皮肤越好 它的目的呢 各位 你看到这边呢 很简单的 我简单的带过 主要就是呢 让你的皮肤的温度呢 轻微的上升 不是让你发烧啊 不用担心 不会让你发烧的 它是让你的皮肤 轻温度 轻微的上升 来活络你的血液循环 来 有人可以帮我写出来吗 眼外线有很多功能 它简单来讲 就是为了在一个方向 帮助我们的皮肤的温度 轻微的上升 进而促进 血液循环 好不好 眼红外线呢 它主要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帮助我们的皮肤的温度 轻微上升 然后呢 通过这个温度的轻微上升 促进 活络我们的血液循环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That's why各位 你们的副离子 瀑布之辈 是多么的就是宝贝 为什么 你在党的党额 除了源源不断的副离子之外 还有这一个眼外线 科护着你 你说呢 为什么很多的人的那个feedback 这么的好呢 这个就是关键所在 然后他真的是 带着满满的这个 这个 叫做 希望 在你身上呢 帮助你去 促进健康的这种功能 跟你一起 陪伴着你 OK 你看这边有12个功能 都是一样的方向 第一个 产生温度效应 第二个 你知道吗 有时候 很多人喝很多水 可是未必能够被吸收的 然后组织细胞 水的这个进出 有时候也是不顺畅的 你知道吗 有红外线能够帮到 OK 然后再来 他也能够就是 帮助就是这个活性养代谢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他能够让这些自由基 就是 Oxidate Flyleticus 变得 有机会还原下去 减少发炎的现象 然后呢 穿梭在 第四个 穿梭在细胞膜 就是帮助我们细胞膜怎么样 细胞最外来层 细胞膜衣服 帮助我们怎么样 垃圾容易出来 营养容易 进去 然后第五呢 一般上呢 各位你们 有没有去过美容院 他可能拿出一个东西 跟你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然后他跟你讲 你走了一个小时 你的这个堵难 就会小掉 就是一寸 还是多少个cm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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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远红外线 就是远红外线 就是它的射频 但那个frequency 不一样 然后它可能远红外线 的波长不一样 OK 基本上 所以它是有 护肤瘦身的效果的 然后再来 活化细胞 你想呢 细胞死气沉沉 人就死气沉沉 只有细胞活跃 人才能够精神 异异嘛 对吗 身体才会健康 因此远红外线 能够帮助我们的细胞 怎么样 健康 然后再来 调节智力神经 有些人就是面对 一些坐骨神经的问题 可能面对 身体神经系统的 一些状况 反应迟钝等等 远红外线都有帮助 第八个 重中之重 来各位 记下来 书章 畅通 淋巴腺管 看到吗 我刚才一直讲 淋巴淋巴 淋巴 这个就是远红外线的功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 从我们的心脏 就是右心房 把血收进来之后呢 然后重新 bump到飞去 换了氧气之后 就重新 把带着氧气的 这个血液 bump回我们的左心房 然后进入我们的左心室 bump到全身去 bump到全身去之后呢 再进入什么 进入淋巴系统 淋巴系统是没有bump的 OK 淋巴系统是没有bump的 如果你没有 平时做运动 流汗 去做推 去做按摩 你的淋巴系统 都会面对 阻塞的问题的 那么要怎么做 偶尔要去推 OK 去按摩 去推 第二个就是 负离子跟眼纹外线 它是其中一个 通过外力 去帮助淋巴系统 能够活络 能够循环的一个 很重要的外来 帮助的一个 好朋友 或好物件 或一种东西 因此各位要 好好的珍惜眼纹外线 然后再来 扩充微血管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改善血液循环 刚才一直讲 血液循环 然后最终 促进新陈代谢 这个是最重要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新陈代谢的意思就是 你吃进去之后 然后转换成能量 去运作 然后再代谢出来 所以这个process 慢慢的话 你的细胞就会变老化 因此 促进新陈代谢 是非常重要的 来了 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 它有什么好处呢 看一下 它基本上 它是处于 就是 4个micron 到14个micron 之间的那个波长 就叫做远红外线 OK 那么 大家看一下下一张 就会更清楚的明白了 来 各位 这一张呢 我会给大家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明天会给大家 各位 看到了吗 我们呢 有什么紫外线 当然 我们的那个什么 那种就是 做雷射 做那个化疗 做电疗 它是属于这种 gamma 色线 然后我们有 x光 对吗 照 x光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这一个 就是紫外线 uva uvb uvc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彩虹 你看得到的那个 那个颜色 过后呢 我们就有红外线了 那么 这个红外线呢 它又分了近 中间跟远 那么呢 各位 一个micron 等于1000nm 如果这边是4个micron 那代表4000nm 意思就是说呢 一般上的远红外线 它的整个那个 距离 它可以从750nm 就是0.75m 去到1000nm 可是呢 对我们身体 比较有那个 最适合 最大的帮助的呢 它是在6个micron 到14个micron 就是6000nm到14000nm 各位 我们的这个 负离子 红外线眼罩 就是在这个 生育光的部分 你们有发现 market很多人讲 很attest 我的是生育光 我的是生育光 各位 我们现在所用的 就是生育光的这个range 6个nanometer到 14个 sorry 6个micron到 14个micron 就是代表着 6000nm到 14000nm 好不好 来 我要问问题了 请问大家 我们 Inchave 的 负离子 远红外线 眼罩 它 属于 什么光线 四个字 写出来 它属于什么光线 它的远红外线 属于什么光线 来 写出来 属于什么光线 在chapbox 写出来一下 请问我们的眼罩 它属于什么光线 属于什么光线 生育光线 恭喜大家 你们今天非常的 大小 那么再来 请问 这个生育光线 看得到的吗 看得到的吗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各位 看不到 very good 所以有人问你 你卖这个眼罩给我 你讲有红外线 我又看不到 你是不是骗我呢 各位这个问题 就在错的地方找对的答案 根本不可能问这个问题 对吗 可是有些人 就是奇怪 会问这样子的问题 你就要告诉他 生育光线 是露眼不可视的 日线来的 这光线来的 是看不到的 是看不到的 very good 那么再来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请问我们的眼罩 这个生育光线 是在多少micron 到多少micron 多少micron 到多少micron micron 请问我们的这个 有人写了 称真快 6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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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讲6到14 它单位叫micron 如果你讲 6000到14 它就是nanometer 要记得 如果是micron的话 就是6到14 如果是nano的话 6000到14 OK 好不好 有些人跟你讲 你的 生育光线老牙的 你的是6个micron 老牙的 我的是6000 各位 有没有人会这样子来讲这些笑话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问的问题 因此呢 你要装备好自己 你就要教育他 朋友 OK 朋友 micron 基本上呢 1个micron 就等于1000 nanometer 是一样的 只是单位不一样 OK 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你要教育他 好 再来 这个就是远红外线 修摸写了 very good 你们可以记录下来 OK 6到14 micron meter 或者是 6000 到14 14 000 nanometer OK 它只是单位 换算不一样 好的 来各位 能够测试出来吗 你拿去lap 哪去lap呢 经过测试了 就能够去测试出来的 OK 哪去lap就能够了 那么呢 基本上呢 各位 这个远红外线 它呢 为什么能够在我们的身体 有着这么重要的 我们叫做保健养生的这种功能 为什么呢 这张slide 我明天也会发给大家 因为很重要 你看到吗 它的process 我特地找出来给大家的 远红外线 它渗透到体内 那么水分子震动 然后产生什么 热能 所以为什么讲说 它会产生热能 这个时候呢 皮下组织生成的温度会上升 那么导致什么 细胞活跃 促进血液循环 这个时候啊 营养啊 蛋白质啊 就能够很好的怎么 进行啊 这个新陈代谢 产生各种各样的 那种就是后续的这些 细胞需要的物质 那么呢 进步到啊 出进人体的这个身体呢 吸收的时候呢 达到最大效能 最终呢 变成了我们 达到什么 导见养生的功效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 眼红外线 这个就是 眼红外线 各位 ok吗 that's why 告诉大家 我们呢 用的是多少 6μm到 14μm 或者是 6000nm到 14000nm 然后呢 来了 这个眼罩 它除了 它除了有眼红外线的功效之外呢 第二个就是 它能够产生 源源不断的什么 源源不断的 这个 负离子 负离子 它呢 跟我们的负离子 负一样的 各位 你们要怎么做呢 请问这个 你拿到之后 需不需要洗 要洗 你可以 就是用我们的 酵素洗衣粉呢 用手洗就可以了 不要去 不要去 这样子扭干 不需要 然后呢 稍微按下过后 给它凉干就可以了 同样的 你洗了两三次过后呢 它的负离子 就能够随心所欲的 来到一个不错的 那个数量 一般上都是从一千 来到一万 跟我们的负单一样 其实呢 它easily 有时候 会随着你的身体的 这个热能的关系 眼外线的关系呢 有时很轻易的 也能够过一万以上的 重点是什么呢 很多人就问 噢 瀑布有五十万 你的这个负单 你的这个 这个什么 你的这个眼罩 只有一千到一万 这样子不是很少 各位来明白一个道理 瀑布有五十万 你每天去吗 不是啊 对吗 可是这个眼罩 这个负单 它有一千到一万 你是每天盖的 那个瀑布跟你是没关系的 你不是住在瀑布那一边的 所以各位 有时候啊 一定要懂得去做比喻 让一些人去明白 去知道的那一种 OK 好的 那么呢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做的就是呢 让我们身体 因为压力 饮食 作息 睡眠 导致一直氧化的现象呢 产生这么多的自由基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叫还原 还原 还原 要怎么做呢 提供我们的眼睛 源源不断的 这个 负离子 那么怎么提供呢 就是通过这个眼罩 他们呢 释放负离子 那么呢 负离子会经过皮肤 进入到血管里面去 到细胞 周围去 到细胞磨去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在眼部 除了氧气之外 提供我们足够的负离子 那么当你的血管呢 有充足的负离子 有足够的氧气的时候呢 各位 你可想而知 眼睛就不那么劳累了 就变成了 你就有机会 让你这对眼睛 变得更加的怎么样 耐用 你看啊 细胞氧化会产生什么 自由基 你看啊 严重吗 周样 这个高血压啦 高血脂啦 冠心病啦 对吗 然后呢 我们有什么 这些就是会导致啊 我们呢 发生各种这个 这个关节炎啊 颜周炎之类的 都是自由基影响的 眼罩能产生炎 不断的复离子 对 Ventic就是对的 OK 自由基也会怎么样 导致这些致癌物的产生 那么呢 破坏我们的软骨细胞 看到吗 损伤四节细胞 再来呢 破坏皮肤细胞 损伤神经系统 攻击人体 免疫系统 因此 自由基 无处不在 非常的就是不好 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动作 我们要去还原它 怎么还原呢 很简单 看到吗 来各位 怎么还原呢 很简单 给它负离子 写出来 还原就是 给它负离子 帮我写出来 以后你一听到还原 还原 还原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 anti-oxidant 抗氧化 什么叫还原 很简单 还原就是 给它负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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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给它负离子 给它负离子 就是还原了 还原 什么意思 就是给它负离子 给它负离子 就是还原 这样明白了吗 请问 华语叫爸爸 英文叫什么 叫father 请问father 跟爸爸 怎么分别 一个英文 一个华语 都是爸爸 这样明白了吗 这样给它负离子 跟还原 是什么意思 一样的道理 就是让细胞健康 OK吗 大家 就那么简单 这样怎么去还原它 用我们的眼罩 来了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它有 20颗的意识 来对应 我们的 这个眼睛的穴位 又多一个动作 这个very the good 我超喜欢的 这个 你感觉到不一样 有时候呢 你starting的时候 before睡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紧一点 然后你开始要睡的时候 你就放松它 整个晚上 非常的好 而且啊 我们根据人体工学的 那个面积器设计来讲 基本上 我不敢讲100% 绝大部分都cover得到 光线不会进入 OK 所以人脸超级大了 又或者超级小 超级小到它一松掉 你可能就adjust一下 要不然的话 based on我们的这个研究 我们已经把这个 就是很多年累积下来的 一直改进了 这个人体工学呢 跟它放进去里面了 来适应 解 majority 的人 好 因此呢 它有什么好处 它呢 放松 眼压 那么这个意识呢 会提供我们眼睛能量 让我们比较轻松的露碎 有眼红外线 有硬加离子 我们这个眼 我们的这个副离子 它跟我们的背一样的 是硬加离子 就有人问我 Herry 你的硬加离子是什么来的 我就跟他讲咯 如果你来跟我买专利 我就跟你讲这个秘密咯 要不然的话 下得不跌降 人家不会跟你讲的配方的嘛 所以that's why 硬加离子呢 是我们独家 自己去 怎么讲 打造的 那么呢 基本上呢 在这两个环节里面 我们都属于什么呢 尤其就是这个背担 大家用了一段时间的了 它都是属于身体 能够接受的范围 不是医疗级的 是一般家庭用级 可以接受的 那个负离子释放的范围 我们最重要的是 既安全 又能够 获得源源不断的负离子呢 那么自然的 就能够用的比较称形 如意了 OK 好 各位 它的规格是怎么样呢 它是负离子 有红外线 有几颗玉石 20枚 然后什么颜色 深蓝色 然后呢 你能够自己调节 那个松紧的 OK 可以自己adjust的 看到吗 这边 可以自己adjust的 可以自己adjust的 然后它的尺寸呢 21.5cm乘以10cm 宽21.5cm高的10cm 然后呢 重点是这个 这个绒布是不导容 不导容 非常的就是滑嫩 很舒服 摸到很舒服的 OK 尤其在眼睛的部位嘛 然后呢 基本上这个布导容 它的这些料 我不同样的 这个世界里有100%的 不过我们做到极大化 95%以上 它一般上不会带来什么敏感的现象 除非某个人 它是万 基本上95%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那怎么去保养它呢 各位 怎么去保养它 怎么去保养它呢 首先 你可以用我们的 Gender Care 消速洗衣粉 去洗 不用 不要放洗衣机啊 各位 不要放洗衣机 不用放 直接放一点洗衣粉 搓它一下 然后清水啊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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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给它干净 你有泡沫之后呢 稍微用手掌两边按一下 然后呢 给它凉干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特地去晒太阳 不用 各位你知道吗 负离子本身就杀菌了 负离子本身就杀菌了 这个是Common Sense Common Knowledge 全世界都知道了 OK 因此你不用特地拿去晒太阳 好 然后呢 凉干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啊 不要去用高温度 不要拿去烫 有的人讲 哎呦 我快点干了 烫 sorry 不用烫 直接凉干就可以了 总之不要用热度了 也不要放在烘干机啊 这个很重要 记录下来 不要放在烘干机 不要烫抖 也不用去包晒 不需要 不需要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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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